大家好,我是莫sir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精簡方案 精簡什麼和怎樣精簡法呢? 這件事就是這樣的 話說物理觀念這個系列都不知不覺做了一年 其實就在最近幾個月我都不停地為這個系列的不同層面做很多的研討 整體來說其實我對我做出來的那些片都是滿意的 但是如果說要說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其實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出片出得太慢了 我是很想將整個DSE Physics的課程做完 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進度的話 就只是不知做到何年何日才可以完成這個目標 所以我也覺得應該是要改一改我做事的方法 希望可以出片出得有效率一點 首先我想說一下究竟是什麼原因會出片出得這麼慢 話說我這個人的Style就是 一天就不要做,是做就做到盡 我是不接受自己做事做一半的 所以我在開始做這個物理觀念的時候 我心裏面是有一系列的目標是想要達成的 如果我在做這個過程裡面是遇到一個問題的話 我是會做完一切能夠做的事 令到這個問題完滿解決為止我才會停手 那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例如這個例子 是我在以前的Facebook Post裡也說過的 例如我很想解釋給你聽 什麼叫做Heat Conduction 當我讀過大學 我就知道今天的學術世界 是怎樣理解Heat Conduction 就是用Heat Equation 例如當你設計一棟樓的時候 我要去考慮關於這棟樓的能源效益問題 那如果我想去計算一下究竟它的Heat Loss是怎樣 那在Conduction那部分就是用Heat Equation 但是當然我是不可以對著一堆中學生去討論怎樣解決PDE 所以我只能夠嘗試用文字去Capture 這條式裡面一些Qualitative的特性 所以我就寫下了一些這樣的東西 那看著這堆字 聰明的學生聽完大約都會得到發生什麼事 但是如果是一些沒有那麼熱愛科學的學生 聽完之後就會這樣 即是他們是沒有畫面的 所以我就想給他們一些畫面 於是我就給了這個畫面 好了問題是這個畫面是怎樣畫出來的 如果你真的試一下去畫這件東西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技術上這個是一個都挺難的難題 但是我會很想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我真的很想那些學生聽得明白我說什麼 所以我那時候用了的方法就是我花了幾天的時間 去研究Centic裡面一些的塗層和顏色的操作 然後我就畫了這個畫面出來的 那類似這樣的情況 其實在過去一年是經常發生的 那在這一年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都學了很多我本來不懂的東西 那例如我學會了用Centic裡面的converter 那基本上我現在可以畫任何parametric的動畫 我學會了用Python來畫圖 那所以我現在可以把一些數學的模型去visualize 我學會了用HTML5 那所以我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webapp 那還有就終於學會了Latec 那所以我現在可以做一些比較漂亮的type setting 那所以我是一路做一路不停地學新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我其中一個出片出得比較慢的原因 那這個問題就不能搞的了 那因為都真的每次出現新的技術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去學新的技術 那但是我給我自己有安慰就是 如果我學會了一件東西 那我就以後都懂了一件東西 那當再次出現相同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不用再學過了 那理論上我花在學新技術上面的時間 應該就是會越來越少的應該拍 那這個是第一個出片出得慢的原因 那第二個出片出得慢的原因就是一個可以搞的東西 那就是我的workflow裡面的步驟太多了 那我剛剛都說過我的style是 要不就不要做是做就做到盡 那在這一年裡面其實我都是不停地摸索不同的方法去嘗試完善這個project 以及去完善我自己的workflow 那經過一年時間的摸索之後呢 我現在的workflow就是這樣 那首先我會看教育局的課程指引 那我需要知道學生需要學些什麼 然後我就會看DSE的paste paper 那讓我知道學生第二天考試的時候會面對什麼問題 然後我會根據我自己的一些經驗 包括我以前教書的經驗 在出版社到上班的經驗 補習的經驗 和再加上我少少僅有的ad 去寫每一個單元的大綱 那再根據這個單元的大綱去寫每一條片的廣告 那寫好了一個廣告之後我就會畫個storyboard 如果這條片是有例題的話 那我之後當然就要做一個例題的pdf 通常就會先做中文 然後就翻譯做英文 那另外如果這條片是有app的話 那我又要做一個app 那之後就做好了就在DSE上Github做測試和debug 那主要我就是會在我自己的desktop 和在我部手機上做一個測試 那搞完這些東西之後 我就會去做第一次的QC 那第一次的QC要檢查的東西 包括就是 學生需要學識的東西 我是不是全部都講齊了 這份稿讀下信不信呢 那節會不會太快或者太慢呢 那份稿的邏輯是不是通信呢 中間會不會有什麼斷了或者是不合理的地方呢 那我用來舉例子的那些data 對不對 我收集完data之後有沒有計錯數呢 那跟著那份廣告和那個pdf裡面的文句 是不是通信呢 gramma對不對 有沒有打錯字 那做完第一次的QC之後呢 就真的開始那個video的production了 那首先就會按著那個廣告和那個storyboard 就去錄音吧 錄完音之後就開始整動畫了 那但是整動畫之前都有一些預備功夫的 譬如如果有些影片是我要去找一些圖的話呢 那就要去找那些圖 那我盡量就不想給錢買圖的 因為本身收入都不是太多 那所以我就要去找一些creativeconference的圖 那或者有些找不到的就要自己拍照 或者是有些是自己畫的 那另外如果影片裡面真的要用一些數學的model的話 那我要不就用python去畫 要不就用synvic裡面的converter去做的 那基本上呢 我整條影片由頭到尾都是在synvic裡面用動畫的形式去做的 那這個製作動畫的過程 通常就是整一條影片整個workflow裡面用時用得最長的那部分 那好吧 在動畫整好之後就把它和錄音拼合 那拼好之後基本上就整了一條影片出來 那在這個時候我就會做第二次的QC 那這次要檢查的東西就包括 那條影片是否順暢 那節奏是否ok 那些文字 有沒有打錯字 或者那些數字是否正確 然後動畫那些內容的擺位是否正 速度是否順眼 顏色等各樣東西是否都ok 跟著還有一件事就是聲音和畫面是否同步 那如果這些東西全部檢查都ok 那最後就去到後期的production 那首先呢 就會做了字幕先的 中文字幕基本上就是把廣告copy and paste 在影片裡的 主要都是需要注意聲話同步的問題 還有份稿裡面有一些句子是廣東話來的 就要把它做到書面語 那另外也要檢查多一次 好像有沒有打錯字那些東西 跟著就把中文字幕回來做英文 那整好字幕之後就可以上載影片上去YouTube 那當然上載了之後就要寫那條影片的description 那一份中文一份英文內容 就包括要介紹一下這條影片 有些timestamp要寫下去 寫一些和這個課題有關的補充資料 以及一些版權的資料等等 那上載了這條影片之後就可以得到這條影片的YouTube Link 然後拿著這個link就可以製作一個QR Code 這個QR Code就可以放在例題裡面 以及放在app裡面 然後就可以上載那個例題的PDF 以及製作一個必然的link 然後又把這個link放到YouTube的description 那裡 跟著就做完 最後就做完Youtube裡面的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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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那個end screen 加上一個playlist 那裡 跟著做完之後呢 這堆東西是要從頭到尾檢查一次的 因為是很容易出錯的 那檢查完沒有問題了 跟著就把這條影片 public了去 跟著就出了一個IG post 還有一個facebook post 跟著就更新了一個網頁 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整一條影片的過程 那是不是很複雜呢 是 我都覺得這件事是超複雜 那 所以如果我每條影片都要搞這麼大堆東西 那不知道要搞多少十年才可以做到DSE的過程 那 我自己又沒有後悔把這件事搞到這麼複雜 那因為當我自己把這堆東西全部試過之後 我就知道這裏每個step要用我多少時間 還有做完這個step之後會有什麼效果 那所以呢 去到今天這個時間 我就可以很有信心地做一個選擇 究竟這堆東西裡面 我要保留什麼 和我會丟掉什麼 那這堆東西就要丟掉一些東西 不然就一直都會這麼慢 那 當我要選擇去丟一些東西的時候 那我用什麼原則去選擇呢 那其中一個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原則 是我去年參加Adobe的MAX 那時候聽到的 正常如果你想參加MAX的話 是要飛去美國的 那但是去年由於疫情的關係 我可以在香港在網上參加 那而且不用給入場費 那當然是去見識一下吧 那去年其中一個seminar 就請了一個clown academy的人 來分享怎樣製作一些教學影片 那那個嘉賓就說了其中一句 是我思考了很久的 那樣東西他就是說 substance speed style but not to the point where pool production interferes learning 那我就很同意一條片的內容寫得好 是遠遠重要過那條片的製作正味的 但是我又會有一個struggle就是 我又很相信好的製作是可以幫助你更加吸收那條片的內容 所以我又不是說真的很想忽略那個production的部分 那當然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 你的製作做得越好 就必須要花越多的時間去做 所以究竟去到哪個位才夠呢 他講了一句很重要的 not to the point where pool production interferes learning 即是說 你的製作很crude是不重要的 只要不要crude到它令到學生學不到 聽不到書就可以了 那什麼叫做crude到令學生沒辦法聽書呢 例如這樣 你看著這幅圖的時候 是不會一眼看得出它想表達什麼的 而當你很努力地嘗試去明白這幅圖的時候 你的attention就去了這幅圖那裡 就令到你沒辦法專心聽我說書了 那他這樣說的時候 就令我聯想到一個叫做Won的漫畫家 那這個漫畫家就很成功地說服了我 如果你的故事寫得好的話 就算你的作畫很頹廢都可以好好看的 那所以我想一大輪之後 我就作出了一系精簡的決定 那這個精簡的方案就是這樣的 那首先 內容設計這部份 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簡化的 因為這個最重要的 然後PDF我也不會丟掉 因為我講書的內容 怎樣帶進去你的exercise裡面 就是靠這些PDF 那麼PDF方面 中英文我都會保留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同學用英文讀 好了 去到app那方面 那我多做兩個app就不會再做了 為什麼是兩個呢 因為接下來那兩個我已經設計了 但是再之後那些就不會了 那原因是 雖然我是很想為我的影片去 去量身訂了一些app 但是我又覺得 其實我介紹其他人一些寫得好的app 給你都不是行通的 那這樣會幫我節省了很多的時間 所以就接下來會是這樣做的 那接著就是去到花得最多時間的動畫了 那這裡呢 就改動最大了 就是我會決定 我只是在一定要用動畫的時候 才會做一些短的動畫 其餘時間呢 我就是會用一些靜態的文字和圖片 那所以未來你再看我的影片的時候 會感覺像是在看PowerPoint 但是間中就會有一些動畫的表達 還有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我以往的影片裡面 是有一個我的自畫像的 那並且在我講話的時候 這個自畫像是會有一些表情的變化 那雖然我很喜歡這個東西 但是我又覺得 如果做這個東西的時間 可以省了它就省了它 那所以在未來呢 你就不會經常見到我這個自畫像的 那這樣的話就 製作動畫上面的workflow 就會簡單很多 然後 製作好影片之後 製作那些部分 就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字幕會繼續製作 Youtube那些零食都會繼續做 但是我想我就不會繼續出 IG post和Facebook post 那雖然我覺得 每集出一個IG post都挺好玩的 但是如果我想通知你 我出了新影片的話 其實Youtube本身都有 Notification這個功能 所以其實我可以不用靠IG去做這件事 那 不做IG和Facebook post 除了是折省出post的小小時間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我可以不用整天盯著 IG和Facebook有沒有人留言 那始終我覺得我的目標 不是想經營一個SNS 而是想建立一個catalog 所以我覺得 比起做IG和Facebook page 就把那個網頁去做好 是一件更加重要的事 那 那 那些改動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我希望這些改動 可以令我接下來做的事 是更加有效率 那 當然我除了這個project 之外 我生活上也有些其他事要照顧 那 但是我都希望我可以在 2025年的時候 就把整個DSE Physics的課程 包括E1至E4就做了 那 看就是這樣看吧 2025年 但是就不知道的 那 我都答應我自己 如果 我將來會面對一個情況 是我一定要在速度和質素之間 作出選擇的話 那我一定會選擇質素 那 然後就有朋友問我 2025年 你不怕你那些東西 到時已經歪掉了嗎 那我說 我又真的不太害怕 其實 是的 這個世界變得很快 但是在這個 萬變的世界裏面 如果我用Physics的術語來講 有一些所謂的 Invariance 那我覺得其實當你能夠 抓緊這些Invariance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怕 那首先 Physics這件事本身很難 那科學的態度和思維 其實都是一些不會太容易 判斷的東西 那 那 加上了可以重新得很快 但是 網路不會變得太快 那 YouTube這個平台 可以判斷 但是 Video Lecture這件事是沒有太容易 判斷的 那你要講那些什麼 Stem Science Process Skills Unifying Concepts Inquiry Learning Design Thinking 那些 這些Buzz words 其實我不是反對搞這些東西 Design Thinking 是正的東西 如果你有能力 可以實斷的 那 但是 這些東西的核心是什麼 其實 搞這些東西是想你做什麼 是培養自己做一個好奇的人 是講科學家怎麼做事 是講學一下看東西看闊一點 是學一下設計師 建築師 工程師 是怎麼做的 那我是在教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沒那麼容易 所以 所以 你問我拍不拍歐 我其實真的不太害怕 那 還有什麼來講 對 差不多了 這些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以及接下來會做的事情 所以在未來 這個台的影片 就會沒有以前那些這麼精美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想看精美的動畫 你不會來這裡 很多其他選擇 但是 當你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希望你是因為想明白Visic 所以來的 那就再次吃螺絲 再次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們就下一課再見了 拜拜